开车上路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车况 最近在海南海口一辆轿车行驶途中 引擎位置突然冒烟起火 在危急时刻 四位公交车驾驶员挺身而出 展开场接力灭火 当天下午1点左右 海鱼中线高新区一处红利灯附近 一辆黑色小轿车突然自燃 火势很大 车头冒出滚滚浓烟 这时64路公交车驾驶员王良壮 正好驾车经过 王良壮迅速打开灭火器 对着车底和引擎部位喷扫过去 虽然火苗减小很多 但引擎盖无法打开 烟越来越大 另一位64路公交车驾驶员陈斌也赶到 拿起灭火器紧随其后帮忙灭火 两个灭火器很快用尽 车头部位仍冒着大量的烟 没多久 引擎盖内火苗又开始复燃 很快1点20分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迅速控制火势 直到完全扑灭 这期间四位海口公交车驾驶员吴凤接力 先后用掉了8瓶灭火器 帮助小轿车灭火 为消防人员到场救援 赢得了宝贵时间 再次复燃火器